我们俩结婚六年了 六年来他从来不会家里考虑 家里所有的事情都靠我一个人张罗 我确实对不起这个家 我也很后悔 我也真心地想去悔改 每次他都和我道歉 答应我会改 但是一次比一次过分 现在他要把房子卖了 重新开始 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 我以下定决心 不再过以前那种浑浑噩噩的生活 只要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地跟他过日子 有爱才是生活 到底爱是什么用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陈磊三月四岁 来自江苏自由职业 女嘉宾王莉莉二十六岁 来自江苏是一名销售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 今天是陈先生要来的是吧 对 来干嘛呢 就是我想请他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们重新开始嘛 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能跟大家说说吗 就是我想把家里面的房子卖掉嘛 为什么要卖房子呢 因为少外面的债嘛 你在外面欠钱了 对 你同意卖房子吗 我不同意 我坚决不同意他卖房子 他一直不愿意嘛 反正现在是感觉闹得很僵呢 闹得很僵 那就慢慢说吧 你们俩结婚多少年 结婚已经六年了 有没有孩子 有 孩子多大 也六岁了嘛 当时怎么好的呀 我们两个是在厂里认识的 然后那时候就是厂里管理比较严格嘛 就不允许我们员工谈恋爱 后来就被厂里开除了 谁被开除了 我们两个都被开除了 都被开除了 就因为谈恋爱 然后呢 发工资的时候 他只有一千多块钱 而我也只有几百块钱嘛 就这样后来我跟着他离开了厂 那时候身上钱也不多 到外面一时住行什么都要钱 没过多久吧 钱也花完了 最苦的时候 睡过网吧 睡过公园 那时候虽然苦 但是我也觉得挺开心的 2011年的时候我怀孕了 我们就张罗了结婚 2012年我们就生了一个女儿嘛 结婚过后 她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回家也不顾家 结婚三天吧 她就出去了 她要到外地去 她说跟朋友做了一个小工程 说要去做生意 我说那去就去呗 也不能天天在家待着 过了一个星期她回来了 回来了她把手上的结婚件事 都用丢了 干嘛去了 当时的确是招标了一个工程嘛 我朋友嘛 就是叫我们一起过去看嘛 但是请对方吃饭呢 到最后就是工程也没做到 我也当时被骗了嘛 我一直在应酬对方 有一天晚上就是这个酒 喝了有点多嘛 回来自己也不知道 把这个戒指丢到哪里去了 等于说懒工程 工程也没懒回来 是吧 戒指还丢了 是不是 什么东西呢 我们上次的猜忍